嗨,你好,我是台湾妈Latish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再生铜蒿 铜蒿又称为黄帝菜 在中国古代,铜蒿为宫廷佳肴 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很高 是黄瓜、茄子含量的20到30倍 有天然保健品、植物营养素的美称 铜蒿的功效还包括清血、养心、养肝、润肺、清痰 降压补脑、防止记忆力衰退等等 也有人称铜蒿为养肝菜 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 脑力劳动人士、评学者、骨折患者等等 铜蒿属于浅根性蔬菜 喜欢凉爽的天气、不耐高温 生长的温度大概是摄氏20度 也就是华氏的68度左右 如果气温在12度以下 也就是华氏的53度以下的话 生长缓慢 29度以上也就是华氏的84度以上 生长不良 铜蒿属于弱光性的植物 日照长或者是温度高的话 铜蒿容易开花抽台 所以最好是种在日照比较短的春秋季节 再生铜蒿的方法就是将买来的铜蒿 切掉要吃掉的部分之后留下底部 网络上有很多人都是把大部分的叶子摘掉之后做再生 我的方法则是留下一些叶子 先放在室内泡水 等到长出根了之后呢 我才拿出去外面 种在土里 如果天气很热的话 可能很快就可以收子 如果天气是凉爽的春天 或者是秋冬 那这些铜蒿也许可以重复采收好几次 这就取决于你住的环境 如果大家对再生菜感兴趣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再生菜的影片 这种不用买子就可以直接种植的青菜 真的很方便 真心推荐给大家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再生同好的经验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